HAPPY BIRSTDAY TO YOU 哈囉大家好 水星魔女播出第六話 這一集大家應該都感受到 大大大河內老師發工了 開播之前老師還特別發了一條推特說到 買到了這一次因為是依然回 所以買了炭烤玉米口味 之後還有三個小時左右 就要播放機動戰士鋼彈 水星的魔女第六話 鬱悶之歌 敬請期待 總之就是非常的惡趣味 那麼接下來就一起來詳細看看 這一話的一些細節吧 接續上一話 在依然與古爾的決鬥告一段落之後 普洛斯佩拉與貝爾梅莉亞有一小段對話 貝爾梅莉亞表示 當初為了逃避追捕 無奈之下只能加入佩爾企業尋求庇護 不過作為交換 向公司提供了有關GOND的應用技術 官方也同步更新了貝爾梅莉亞的人物介紹 為佩爾公司的技術研究員 負責鐵騎鋼彈的開發 為瓦納迪斯機構的殘存者 與普洛斯佩拉曾經是同事 CV為Zenemaz Ayumi 曾經飾演過 零零中的公主 瑪麗娜伊士邁 貝爾梅莉亞質疑普洛斯佩拉 是否擁有獨自完成風靈鋼彈開發的能力 並詢問不惜讓女兒做上鋼彈 到底有什麼企圖 之後就是本化的第一個大爆點 前傳資源衛星巴納迪姆斯 遭到聖堂殲滅的時間點是在21年前 這跟在第二化蘇萊塔接受調查時入學年齡為17歲 這個情報產生衝突 面對貝爾梅莉亞的質問 普洛斯佩拉反問說鐵騎鋼彈已經換了幾位駕駛員 直接讓貝爾梅莉亞說不出話來 普洛斯佩拉應該是發現了貝爾梅莉亞還沒突破Gond的技術限制 駕駛員身上的帕梅特科痕所產生的數據風暴會導致駕駛員死亡 而相對自己所開發的風靈鋼彈已經解決這個問題 至於問題的解決方法與猜測最後再一次說明 之後普洛斯佩拉向某人通了電話回報在佩爾公司發現了魔女的蹤跡 並掛保證風靈鋼彈絕對能夠打敗鐵騎鋼彈 並且意味深長的說道 我最可愛的娘 這邊能夠猜測對方應該是向普洛斯佩拉提供資金贊助的幕後金主吧 畫面來到地球宿舍 女生們在討論伊蘭的行為非常過分 米奧林涅則是對蘇萊塔又擅自接下決鬥顯得有點生氣 傑克特宿舍這邊因為擅自與伊蘭進行決鬥 並且又再一次拜下陣來 古爾被父親要求必須搬離傑克特宿舍 而古爾的弟弟勞達尼爾則是成為新的傑克特宿舍代表 弟弟的姓氏不是傑克特在官網的介紹中 是因為他與古爾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接著蘇萊塔與伊蘭來到決鬥委員會進行儀式 伊蘭提出的要求是獲勝的話 自己就要拿走蘇萊塔的風靈鋼彈 蘇萊塔則是還沒決定好自己想要的東西 莎迪克緩加說到直到決鬥之前再決定都可以 同時也發現了伊蘭對蘇萊塔的態度有所改變 而決鬥的地點則是前線外咒域 宇宙作戰需要考驗MS的機動能力 剛好是佩爾公司的強項 為此蘇萊塔必須提升風靈鋼彈的機動能力才行 這邊尼卡提翼用廢棄的材料 幫蘇萊塔製作新的推進裝備 地球宿舍的同學們也是很夠意思 讀上2.7倍的賠率 必須要贏才能打平 為蘇萊塔開發噴射背包所花的費用 敗北的話宿舍就會直接破產 蘇萊塔這次責任重大 另一邊 貝爾梅莉亞在幫伊蘭調整狀態 伊蘭想起了以前有關自己的一些記憶 從與貝爾梅莉亞的對話來看 伊蘭的狀態似乎不太樂觀 這個時候進來實驗室的伊蘭 才是真正的伊蘭本人 個性明顯與強化人4號不同 作為真正伊蘭的引誤者 沒想到強化人4號不是複製體 而是不知道從哪裡被找來的人 只是把樣子弄成與伊蘭相似而已 而本尊的伊蘭則是向強化人4號保證到 只要能夠取到米耀林涅 就能夠還給強化人4號本來的樣子 並且給予他公民的身份證 但是對於所剩時間不多的強化人4號來說 顯然這些都不是他要的 另一方面地球宿舍這邊被包的開發非常順利 蘇萊塔正在進行測試 而妮卡向蘇萊塔問起伊蘭的事情 蘇萊塔明顯對伊蘭的事情還有一點芥蒂 米耀林涅則是有點拐彎抹角的 在鼓勵蘇萊塔應該找伊蘭說清楚自己想表達的事情 被妮卡吐槽到 蘇萊塔在來到佩爾宿舍的港口之後想聯絡上伊蘭 在拜託之下用了宿舍的全頻廣播把自己對伊蘭的疑問都提了出來 並且向伊蘭唱了生日快樂歌 來到決鬥當天 莎迪克在決鬥前向蘇萊塔詢問了籌碼 蘇萊塔表示想要更了解伊蘭的事情 被地球宿舍的同學們視為是向伊蘭的告白 第三次的決鬥蘇萊塔已經能夠很順利的唸出決鬥的詩詞 決鬥細節的部分 這一次因為有地球宿舍的同學當觀測員 蘇萊塔終於能夠有完整的資源來進行決鬥 風靈鋼彈背後的噴射背包 兩側能夠展開圓柱狀的治癒噴嘴 能夠幫助機體做出更靈巧的軸線移動 鐵騎鋼彈的推進器除了中間的主噴口以外 兩側的肩膀各擁有四個噴嘴 能夠朝不同的方向調整機體 機動能力明顯更高於風靈鋼彈 而為了防止被榴彈攻擊 可以看到殖民衛星有展開立場的防護罩 兩架機體很快就進行了第一次的白刃戰 鐵騎鋼彈的光速鍵與之前伊蘭駕駛的機體很像 內藏在手臂之中 風靈鋼彈本來在背上的光速鍵 則是改藏在了噴射背包的內側 伊蘭利用T級踹開了風靈鋼彈 並且利用機動力拉開距離 對風靈鋼彈進行超遠距離的作戰 蘇萊塔則是展開護盾立場進行防禦 並且對鐵騎鋼彈進行追擊 就在這時伊蘭啟動了帕梅特科痕第三層 放出比特來進行應戰 而蘇萊塔則是靠著高超的駕駛技術 迴避了幾乎所有的電池攻擊 但是有一個子機卻被掃到了 伊蘭想要趁機擊破蘇萊塔的子機 而蘇萊塔則是馬上驅使了其他子機來進行防禦 讓伊蘭感嘆對於子機的操控技巧 蘇萊塔依舊是佔了上風 接著畫面則是帶到古爾在露營地 觀看蘇萊塔與伊蘭的對決 從古爾捏著茶杯喝茶的方式來看 可以發現古爾果然是受過禮儀教育的富家少爺 相當聲勢 古爾的聲優阿卓上陽平 還特別在推特上發表自己的露營照片 而為了提高機動性 蘇萊塔將子機都掛載到了機體上 展開屁股上類似機翼的部分進行追擊 這個狀態在之前對戰古爾 進行最後一集的時候曾經用過 這個時候為了擺脫蘇萊塔的追擊 伊蘭打開了帕梅特科痕第四層 追擊的過程可以看到鐵騎鋼彈 能夠輕鬆地做出360度的迴旋動作 風靈鋼彈的路線則是比較單調的直上直下 但是憑藉著優秀的駕駛技術 蘇萊塔一邊閃避著伊蘭的攻擊一邊前進 逐漸追上了鐵騎鋼彈 相對於伊蘭之前的模擬戰 感覺出來伊蘭不太擅長駕駛機體高速移動 並且逐漸受到帕梅特風暴的侵蝕 還差點迎頭撞上隕石 蘇萊塔發現鐵騎鋼彈的動作變磁盾 驅使子機進行攻擊 並且擊中了鐵騎鋼彈的主武器 伊蘭則是利用鐵騎鋼彈的腳底 分別射出光速武器製造時間差進行反擊 蘇萊塔雖然進行了迴避 機體本身雖然躲過了射擊 但是蘇萊塔忘記了背包的存在 導致背包的左翼被擊中 為了防止可能被背包爆炸波及 只能將背包分離 就在這時伊蘭說出了決鬥的目的 失去了背包的風靈鋼彈 就幾乎失去了在宇宙中行動的能力 被伊蘭的子機擊火攻擊 蘇萊塔還在確認機體狀態的時候 風靈鋼彈卻自己動了起來 展開了神秘的立場 包含在場負責轉播的攝影機 都受到了通訊的障礙 直接讓鐵騎鋼彈以及子機 失去行動能力 伊蘭也看到了類似小孩的形象 隨後馬上遭到風靈鋼彈子機的 擊火攻擊敗下陣來 蘇萊塔獲得了決鬥的第二場勝場 對於獲勝結果 米奧琳涅顯得一臉得意 決鬥委員會的成員則是存取了 有關這場戰鬥的帕梅特素質的資料 蘇萊塔則是神秘的說道 坐在駕駛艙的伊蘭則是好像想起了 有關自己過去的記憶 曾經有人為自己慶祝過生日 自己並不是一無所有 蘇萊塔則是向伊蘭表示 自己會為伊蘭慶祝生日 所以伊蘭並不是一無所有 聽到兩人的對話 妮卡則是有點惡作劇的 向米奧琳涅問道這樣可以嗎? 米奧琳涅則是表示 這種程度的花心 我是會原諒她的 之後看起來是蘇萊塔向伊蘭提出了約會邀請 米奧琳涅似是作為監護人一樣陪著蘇萊塔在等對方 離開前還不忘嘱咐蘇萊塔不要超過門禁時間 欸不是你是什麼時候就這樣混進了地球宿舍啊 不過佩爾公司的執行長卻決定將強化人4號廢棄 儘管貝爾梅莉亞用收集戰鬥數據的資料為理由 嘗試說服執行長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改變四位執行長所做的決定 最後強化人4號唱著生日快樂歌 默默的接受自己被處分的命運 時鐘走到了10點10分 蘇萊塔依然坐在長椅上靜靜的等著伊蘭 只是可能再也等不到伊蘭出現了 本回結束 這邊如果用無線電通訊的TENCODE來解釋10-10這個數字 會得到日文的否定 英文則是Negative 應該也是默默的暗示強化人4號的結局吧 接下來就來整理一下有關本回的情報跟推理吧 首先最重要的情報貝爾梅莉亞所提到的事件 巴納迪姆斯衛星遭到攻擊的時候 時間是在21年前 這明顯跟蘇萊塔的年紀對不起來 回推回去的話 當時4歲的艾莉現在應該已經是25歲了 但是在第二話爆出的入學年齡卻是17歲 風靈鋼彈看起來真的是有著人類的靈魂 那伊蘭所看到的幻影到底是誰? 以及最重要的問題 現在的蘇萊塔與艾莉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我們就先從網傳最盛行的複製人學說說起 在上一話的占卜中代表手足的石頭落在了12的位置 網友都覺得這個12代表的是風靈鋼彈加上11枚子機 依然所聽到的笑聲就是來自風靈鋼彈 而這11枚子機可能分別代表11個過去複製的艾莉 簡單來說一張圖來解釋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是一架英靈鋼彈 透過艾莉當作AI來處理資料 可以讓駕駛員不受數據風暴的侵擾 也就解釋了蘇萊塔為什麼會用大家來稱呼子機 並在戰鬥結束之後說過能夠聽到聲音 同時複製人一說也能夠解決關鍵的年齡以及個性差異問題 加上普洛斯佩拉對貝爾梅莉亞所問的 鐵騎鋼彈已經換過了幾位駕駛員 可以解讀成普洛斯佩拉也用了大量的複製艾莉來進行實驗 他們都融入了AI之中 最後製作出了現在的風靈鋼彈 所以才會有普洛斯佩拉說風靈鋼彈是自己可愛的女兒 再來就是我覺得比較可能的方向 我是比較相信冷凍睡眠一說 在母女逃亡到水星之後可能因為某次的機體實驗之中 艾莉的意志融入了魔靈的AI之中 當下因為沒有辦法有好的應對方式 所以只好使用冷凍睡眠將艾莉以及魔靈保存起來 在新機動戰技鋼彈W冰節的淚滴中 主角奚落也用過這項技術 用類似冬眠的方式直到需要的時間點在讓睡眠中的人醒過來 年齡與成長幾乎可以維持在睡眠前的樣子 這樣就可以解釋8年的年齡落差 等到再一次解凍時 母親才發現艾莉的意志已經流進了魔靈的AI之中 並完成了風靈鋼彈的開發 擁有艾莉意志的風靈鋼彈能夠解釋數據風暴的問題 也能夠解釋依然所看到的幻影與聽到的孩子笑聲 其實就是小時候的艾莉 在日文字幕中 關於小孩子的笑聲的字幕看起來只有單止笑聲而已 並沒有被注是一群小孩 至於蘇萊塔可能是因為艾莉的人格已經跑進了魔靈的AI之中 讓過去艾莉的個性與記憶幾乎完全消失 形成了蘇萊塔這個全新的人格 但是因為在水星遭到歧視的環境下成長的關係 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在動畫PV裡面有螢幕蘇萊塔左右兩邊印出不同的燈光 可能就是暗示蘇萊塔擁有過兩種不同的人格 紅色是艾莉 藍色則是現在的蘇萊塔 OP中最後螢幕是小艾莉將觀看的監視器關閉 好像也是在暗示艾莉在以風靈鋼彈的視角觀察外面的世界 不過這些猜測還是得基於普洛斯佩拉 與那位神秘的贊助人所取得的資源多寡 複製人一說比較難贊助角的部分 就是培養複製人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 一來就是11個複製體 還要兼顧鋼彈的開發 如果不是像佩爾企業這樣是一家大型公司的話 我想應該很難完成吧 而相較於需要大量資金的複製人 冷凍睡眠將艾莉與魔靈鋼彈藏著避風頭 母親則是以戰鬥的數據來進行風靈鋼彈的開發 感覺起來會比較顯得合理一點 再來就是蘇萊塔對子雞的稱呼 如果真的是11枚子雞都有自己的自主意識 更低於一點應該每一片都會有自己的名字 而不是被蘇萊塔稱為大家吧 我覺得大家這種稱呼法 就只是蘇萊塔把風靈鋼彈當作家人會用的講法 好像自古主角對Beat都沒有特別的稱呼 頂多就是Kila的給我打 跟阿姆羅稱呼過的Fin Funnel Fin Funnel 現在關於帕梅特刻痕如果用顏色來分別 艾莉身上的刻痕是藍色的 目前Beat飛行軌跡是藍色的機體 只有艾莉駕駛的魔靈以及蘇萊塔駕駛的風靈鋼彈 而前傳中艾莉父親的Beat 與伊蘭的Beat飛行的軌跡都是紅色的 對應他們身上的紅色刻痕 關鍵的來了 蘇萊塔在驅使子雞的時候不用開啟帕梅特刻痕 飛行軌跡卻是藍色的 這不就間接代表艾莉與風靈鋼彈有直接的關係嗎? 不過因為目前駕駛過風靈的米奧靈涅與伊蘭 都沒有驅使過風靈身上的子雞 所以沒有辦法驗證如果是由伊蘭操控Beat 飛行時的顏色會不會是藍色 以及使用伊蘭自身的紅色刻痕來操作Beat的話 飛行的軌跡會不會轉變成紅色這件事 至於博士在前傳就表示過 人類對於宇宙太過於脆弱渺小 必須透過GUND這樣的技術來探索宇宙 所以風靈鋼彈這樣可以讓駕駛員不受數據風暴的影響 應該可以說是博士理想中的完成形吧 最後整理一下前面的問題 風靈鋼彈看起來真的是有著人類的靈魂 那麼伊蘭所看到的幻影到底是誰 從子雞飛行的顏色來判斷 藍色的飛行軌跡與愛麗當初操控魔靈的相同 看到的幻影應該就是愛麗沒錯 也能夠解釋普洛斯佩拉把風靈鋼彈當作女兒這件事 至於現在的蘇萊塔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個人還是傾向認為是同一個人 複製人感覺成本太高了 冷凍睡眠比較合理 現在比較多的謎團還是母親的年紀 對比上當年的戴琳格可以說是年輕不少 以及普洛斯佩拉的神秘贊助者 還有妮卡完成的推進器 不知道與普洛斯佩拉到底有沒有關係 因為當初能夠修好風靈鋼彈 以及這一次光是那些材料 就能夠製作出風靈專用的推進器 以風靈鋼彈的特殊性 一般人要能辦到感覺非常困難 而且明明就是由地球宿舍開發的 但是商品介紹卻寫著米拉索爾公司 不知道這支中有什麼貓膩 最後想吐槽一下 那個背包的造型 兩邊記憶的設計 真的很像過去再用的立可戴 還有拖大大大和內老師的福 現在應該有不少觀眾 只要聽到生日快樂歌 應該就會直接出發有關依蘭的PTSD 果然還是老師會玩 下一話的水星魔女 預計會在11月20號才播放 關於下一話的標題 修魯威鋼彈 看來戴琳格又要針對這一次的決鬥 發起魔女審判了吧 那麼就讓我們一起來期待之後的劇情吧 這一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 哇